要摆脱以上所说的惯性 我们可以学习静观 如实、客观地观察当下的事物 和自己的惯性反应 了解和明辨这些经验和反应 哪些经验是有益的 我们就尝试培养它们 提醒自己带着经验带来的益处去生活 哪些经验是无益的 就尝试有意识地放下它们 不再执着和跟随这些无益的惯性 例如我们想抗拒痛苦 尝试叫自己不要想不开心的事 但是越叫自己不要想 那些不开心的事就越是浮现在脑海 令我们卷了入去转牛角尖 我们想追求开心 但你会发现短暂的开心 并不代表长久的快乐 越追求只会越被外在的事物控制 难以置不 例如有些人喜欢买东西来满足自己 买那一下就很开心 但是买的都还是觉得不够多 不够好 得不到长久的快乐之余 还被物质控制了它 透过学习正观 如实地观察所有的经验 我们就会了解 所有的欢愉 痛苦 压力等等的感觉 是会出现和消失 而且不断变化 然后我们分辨这些经验和反应 是有益 无益 还是忠诚 再选择放下惯性 无益的反应 培养有益 身心的经验 例如我们很有冲动想买东西 可以停一停 了解自己 为什么想买 是追求开心 还是实际需要 买了对我们有好处 还是只会浪费呢 然后再作出有益的行动 正观要觉察和明辨的 是所有此时此刻 所有的经验 包括你的想法 情绪 身体感觉 行为 爱在事物 了解它们之后 尝试分辨它们是有益 无益 还是忠诚 才再作出反应 例如 我们会了解到 自己一日里面 因为什么事 有不同的心情 情绪的强度 是如何改变 这些心情 是如何影响 我们的想法和行动